大家好,我是瑜伽 欢迎收看《岳家星雨》第二季 这是我的狗狗 它叫TT 来,TT,跟大家说嗨 接下来就与您分享 我除去在舞台之外 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现在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的剪毛房 我除了从事琵琶演奏 我还有另外一个专业 我是一个职业的宠物美容师 这是我的另外一只狗 它叫小宝 我1997年来到新加坡 在我来新加坡的第二年 我就养了我的第一只狗 当时条件没有现在这么优越 所以比较没有机会带它出去剪毛 那就是由我自己来给它做美容 当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对宠物美容这个职业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花了1000个小时 历经了4年的时间学到了A级宠物美容师执照 宠物美容跟弹琵琶一样 它都是需要保持自己的技能 所以我也尽量的多花一些时间在它们身上 然后有的时候我的朋友啊 只要我时间配合 它们的狗狗愿意来找我捡 我也是会很乐意帮它们 好 说到琵琶 下面我就带大家进入我的琵琶世界 我是从4岁开始学琵琶的 我爸爸对我非常非常的严格 从我4岁开始学琴的第一天 直到我高中毕业 我每天早上是5点班起来 6点钟开始练琴 一直练到7点练一个小时基本功 然后我爸爸把我送去上学 下学以后吃完饭就开始练琴 练完琴我就睡觉了 对 所以一直在我求学生涯当中 这十多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 好 现在大家再来看一下我的琵琶 这些琵琶都是我在新加坡华业团 工作20多年以来 通过每一场音乐会积累下来的 这把琵琶呢是一把电子琵琶 这个是在10年前 新加坡华业团和滨海艺术中心 合作的一场传统与现代结合的 一场室内乐的使用的琵琶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些水钻 这个是我手工一颗一颗贴上去的 这个也可以说是我的另外一个爱好 我比较喜欢做手工 当我演奏到一些 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已经忘了我自己在演出了 就是完全进入自己的音乐世界 这个房间呢是我的琴房 平时我在这个房间待的时间 是非常多的 学生都会在这个房间上课 然后我自己会在这边 花大量的时间练琴 在三年前我就申请了 修读琵琶专业的说事 今年我已经毕业了 然后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 因为时间比较多 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 每天七八个小时 学习了跟琵琶很接近的 另外一个弹波乐器 叫做中软 所以我接下来 我会再去修读中软说事 因为我爸爸从小对我的教育 就是说你每分每秒都要抓紧时间 以后长大了以后 有的是机会去玩 所以我已经习惯了 虽然现在已经成年了 但是呢 我还是喜欢利用我 就是有限的这些业余时间 去逐步地充实我自己 这个刚才说到 我一直不停地提升我自己 这个我要感谢新加坡华业团 我在新加坡华业团25年 华业团提供我们各种各样的平台 舞台也好 还是像现在疫情期间提供的网络平台 我最喜欢的一个视频是家 是通过新加坡的那个最有名 家喻户晓的爱国歌曲 也是同名叫家的名字 做的一个MV 这些都是让我需要 在不断地提升我自己 华业团给予我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赏这个短片 希望通过这个短片 观众可以对我在舞台上 和生活中有更多的了解 感谢观看